众所周知,公务员、妇女、退休人员、中工党员和18岁以下的青年,在东突厥斯坦被禁止从事任何宗教活动。 然而,中国政府继续实施旨在限制宗教活动的新政策,一直试图从东突厥斯坦获得一些信息的记者,得到了一些有关该地区宗教限制的消息。 据说,东突厥斯坦各地的穆斯林无法做塔拉维祈祷,而伊斯兰教五大基本支柱之一的天客被完全禁止。 这些被归类为不允许参加宗教活动的人,也在神圣的詹域期间被禁止禁食。 如果有人发现,他们从事宗教活动,必须拨打110告诉警察,任何不离其报警的人都会被视为帮助犯罪分子。 好党议员发合日定优库省在土耳其代国民议会大会上谈到了东突厥斯坦集中营,和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 他说,全世界正在看到和听到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压迫,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只有土耳其政府没有看到和听到,在占月期间,他们不能封宅,三分之一的秦政寺已被拆掉。 东突厥斯坦是被中国占领的,反对占领,不属于干预中国领土完整,我们的政府应该搞清楚这一点。 被同胞发生是我们的使命,与此同时,好党主席阿克·谢纳关注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情况,他们在占月期间无法进食,而占月期间中国的迫害仍在进去。 他呼吁土耳其政府采取必要的行动。 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处于制止目的打压限制特定企业的歧视性做法,不符合任何国家利益,中方坚决反对。 他说这是错误的行为,需要作出回应,中国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限制,所以中国政府不会袖手旁观,但是他没有关于如何回应美国的详细信息。 成千上万逃离贫困和压迫的朝鲜妇女和女童正在中国被贩卖成为性奴隶。 根据非盈利组织朝鲜未来创意的一份报告,有近一半逃离朝鲜强制提供色情服务,或是被低价卖给中国人做妻子。 报告称,这些妇女遭受丈夫的暴力核心虐待。 美国空军时报报道,俄罗斯6架轰炸机和战斗机于21日突然闯入阿拉斯加附近。 美国空军F-22隐身战器前进升空应战。 俄罗斯空天军四架图95MS战员轰炸机在两架苏35战机护航下, 沿着阿拉斯加西海岸和阿六神群岛的北海岸分行。 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了这一事件,称他们的飞机是由F-22崩弃式飞机护送的。 俄罗斯飞机的总飞行时间为12小时。 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了。